大家好,我是奶茶 放假啦 耶 好久不見大家 今天為大家帶來平民紅孫策的陣容 這個孫策只有突破1 但是卻十分的強勢 他居然靠著董白貂蟬杜玉 去打贏了天之士林六人眾喔 接下來的排陣戰術 較為複雜還是請比較熟悉的紅茶來為大家說明吧 大家掰掰 好大家喔 那個我們要見面了 很久不見的是奶茶喔 那原因是因為他最近懷孕喔 而且太忙了 然後這陣子的話剛剛好是清明年假 所以他才有時間喔 就是來幫我來配個音 來出個場這樣子 好那這一陣的話我覺得很酷喔 他只有孫策是加1的狀態 並沒有加2喔 那他靠著就是說 呃 他的降怒 然後度雨會給高昂 然後度雨會給高昂 然後又會爭怒嘛 爭怒以後呢 董白呢會補血 那他一開始降怒的時候 會觸發那個覺醒劑 覺醒劑的話又會有 那個磐石的狀態喔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除非你打破磐石 不然的話其實你根本打不到他 好然後到最後呢 其實就是不斷的一直在疊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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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董白會有個疊加傷害嗎 有些時候呢孫策能疊到1000多%的傷害喔 等於就是你可能 呃一個大招就可以把別人給幹掉 就算他的技術傷害在地也是一樣的 齁 對就是這樣子喔 那當然啦 加1就可以有這樣子的狀況了 加2的話更是不得了 所以給大家參考看看喔 而且呢這個呢其實他打贏了好幾個陣容 我覺得算是平民陣可以做一個推薦的喔 好謝謝